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报》YouTube Channel的时间了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安威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频道遇上了经营困难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好了 今节我们讲一讲 台湾的问题 其实我们知道 澳英美结盟 这个联盟的名字叫AUKUS 其实澳洲的媒体有一个很特别的理论 又有几分道理 我们评论一下 澳洲的媒体就说 澳英美结盟制造核动力潜艇 其实意图很明显的 就是想震惑大陆 你说是否震惑到呢? 那我就觉得不会的 因为只有八部而已 但是 他另外一个言论 也挺合理的听上去就是说 台湾有可能成为最大的赢家 我们看到根据澳洲的报纸 在色尼神风报 其实 一位华裔的学者 叫做Darren Lim 这个Lim我估计是星马的华人 因为他 是用Lim的 Lim 其实他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就叫做成功的威胁 为什么说AUKUS联盟 就是澳英美联盟 对台湾来说是个好消息 他们才是最终的胜利者 这样 这位林生其实就是 Loy Institute 洛伊研究所 外交政策项目主管 其实他们 亦是 很多澳洲学者的典型代表 因为很多澳洲学者 但不知道他 除了在 色尼神风报之外 在澳洲人报 亦是有类似的观点 就觉得 澳英美三国结盟 变成了AUKUS同盟之后 最大受益者是台湾 台湾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我们看看这位林生说什么 林生就说 上星期发布的一系列防务声明当中 澳洲在台湾问题上的措辞 变化一直没有什么人会注意到 但是 在澳美两国防长以及 外长的 联合声明当中 台湾首次被描述为 领先的民主政体 澳美两国 的重要合作伙伴 也是台湾 但是在这个声明之前 澳洲总理 摩总 他 是台湾不是很多反而 我们的国防部长达顿就经常提 摩总在这份声明之前 也承诺了要和印太地区其他 自由民主的国家 协同行动 我引述 因为台湾不是国家 他也承诺 要为 印太地区的安全 要作贡献 现在 最新 澳洲和美国的 声明 加了台湾 就是承诺加强和台湾之间的联系 其实也反映了 澳洲 有着更加大的 区域计划 在这种背景之下 台湾 就成为了 AUKUS 澳英美联盟 最明显的受益者 在宣布成立 AUKUS这个联盟的同时 英美还承诺 帮澳洲打造核动力潜艇 核潜艇是增加 国防的一种手段 它不单止在 澳洲领海可以航行 而且 可以有更加 广泛的区域捍卫 澳洲国家的利益 严格来说 那些更加广泛的利益 就是以威胁 中国为中心 其实 这样也表明了 应对 防疫军事扩张的意愿 澳洲是不断增加 所以在这种意愿之下 台湾有机会 是可以取得一些利益 而且 因为 美国 现在的定调 台湾问题 十分重要 的确确的台海问题 涉及到 中国的 领土完整 所以 西方 亦都知道 搞台湾问题 可以 刺激到中国 当然 作为美国的 烂头卓 或者叫马前卓 有些 澳洲 看上去一定会撑台湾 在澳洲获得这八艘核动力潜艇之后 他们亦都要做个姿态 就是要 更加大力地撑台湾 这份文章还说 台湾仍然是一个 暂时 不归 中国大陆 政府管核的 自由民主之地 它亦是可以成为一个成功 威胁 中国的例子 是否成功 以及是否真是自由民主之地 文俊党常常插水标 这份文章亦都说 这七十年来 美国和他的合作伙伴的承诺 以及台湾人民的努力 是成功阻止了北京按照自己的意愿 将台湾收复 这个我是引述的 其实我是不认同的 到目前为止 中国大陆政府对于AUKUS 澳英美联盟 以及 澳洲媒体 还有澳洲部长的一些声明 的反应 令人不吃惊 其实 我也不吃惊 你说得那么疯的话 中国当然反应大了 中国官员就说 AUKUS这个联盟 做的协议就是 整八艘核潜艇 严重破坏了地区 和平稳定 加剧了军备竞赛 亦都破坏了国际核不 确认条约的努力 其实不单止他 这么说的 不单止中国政府这么说的 其实 马来西亚新任的首相 Ismail 其实他都这么说 他说很担心 在 亚太地区有这个军备竞赛 我们看到 中国 当然是有决心 要收复台湾 近年来 我们看到紧张的关系 其实在 中澳之间已经 很清楚了 但是澳洲有样东西 就是 澳洲基本上对于中国的愤怒 是变得盲目的 在华盛顿 与中国竞争 就是他们 一个主机调 亦都是为了重塑 政治 军事 甚至经济方面的 一些 对华政策 与此同时 台海两岸的关系 亦都高度紧张 解放军的军机 其实在台湾海峡上空 巡航的次数 亦都是创新高的 我很多集节目都说过 这个举动 其实 是令到 全世界都很担忧 担心什么 拆枪走火 作为回应 台湾方面 就增加了未来五年的 防务开支 并且警告 一定要增加这些军费 去应对大陆的严重威胁 但是 一说回防务开支或者叫军费 有人就说 小英 为什么 这些 防务开支或者 买军费这些军费 给那么多钱 但是为什么 买一些世界承认的疫苗 你这么吐寒 这个真的是刺痛了 对呀 说句老实话 你实质上来说 你买这些军费 你都打不过中国 是吧 但是你买疫苗就可以救到台湾人 哪样重要呢 属轻属从 我就觉得买疫苗比较重要 那当然了 我们有高端 那你就看看高端有多少人打 而且你的疲惫 高端和人家运打 破了世界的 纪录 最搞笑是这样 人家运打 运打的牌子 都是被世卫承认的 你就不是 当然了 他 他 高端当然未被世卫承认 他又运打了一些 给世卫承认的 真是又是创世界先河的 总之 台湾地区是世界先河的 中文词也是首创的 哎呀 那些什么教证回归的 说起来都得淡少 还有什么妥息 是吗 妥当适合 是妥息 随着中国大陆对 台的态度发生 转变 其实美国政府 都是做出了相应的反应 包括对台出售 一些 军事 装备 他又不会给你最先进的 说句老实话 那些 去一下库存 麻烦 哈哈哈哈 另外也有些 稍为高层的官员出访台湾 以及叫一些盟友 发声名挺台湾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延后 直到现在 澳洲都非常不情愿 向台湾做出公开承诺 除了我们 国防部长达顿 不过 他说话也有 有少少那么多话 到嘴边留 别人留半句 他就留四分之一句 他 都是有挑衅中国 都是有挑衅台海的事务 但是 亦不敢 硬得 太瘫 虽然也够瘫 我们看到 就好像之前 坎培拉 亦都在北京的坚持之下 放弃了 所谓的澳台 自贸协议 在澳洲计划通过 AUKUS这个协议 升级国防能力背景之下 澳洲美国的部长 级会议 OSMIN 其实 联合声明的措辞明显 表明了情况可能有变 AUKUS的协议 就是 澳英美 同盟的协议 是 这三个国家在印太地区建立更强的威胁力的 进一步表现 有些人就会说 AUKUS 进一步激化了中澳关系的局势 增加了 战争的可能性 这种担忧 十分合理 林教授 说的和我差不多了 这个文章的作者 我觉得是 所以 你得到这八艘核潜艇 是否一件好事 我就觉得并非好事 还有 也是那句 我都很相信古人有些说 就是 如果你 没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你得到一些宝物 最后你 大马上是什么 飞来横祸 其实我就想起一个人就是欧诺轩 不配位 而且能不配位 因为能力 配不到他的地位 当然 澳洲是不是配有这么高级的武器 其实我不觉得 应该有 我们看到 我们 魔总政府 Scott Morrison的政府 到底是保障澳洲的安全 还是令澳洲进入一场巨型的 军备竞赛 而且带动了整个亚太地区进行军备竞赛 所以我很明白 马来西亚这位新首相Ismail的 思路 对呀 很担心 澳洲一架 澳洲和印尼那么近 印尼搞不搞 印尼又和大马 菲律宾 新加坡那么近 那些国家搞不搞 所以他的担忧是正常的 我们看到 澳洲只有 2500万人口左右 经济繁荣 和 自由民主就是这个国家经常 希望的东西 很多地方都希望的 但是 澳洲和台湾的距离也很远 你想想 去台湾 直飞和中国大陆直飞的时间差不多 也是很远 澳洲究竟 需不需要为一个这么远的 中国的省份 大动干戈呢? 符合澳洲的利益 我觉得是不符合的 这篇文章的 作者林教授亦都觉得 这样是完全不符合澳洲的根本利益 所以澳洲政府必须 可以尽力阻止一些不好的情况发生 什么情况呢?就是台海开战 台海开战之下第二种情况就是你派兵还是不派兵 AUKUS 就是澳英美投盟 代表着一种判断 甚至是一场豪赌 其实我觉得豪赌的成份很多 这种判断就是 想要保护一个符合澳洲利益的 地区秩序 所以就必须 增强自身的防务能力 这句话我觉得没问题 实际上 任何有意 阻止台海冲突的国家 都必须 在战略姿态当中 找到一种平衡 平衡两个字用得很好 现在澳洲不是平衡 是完全倾向于美国 聪明的国家 既要避免攻击性的军事集结 又要坚定 而且明确表明 抵御攻击的 能力和决心 没有人要攻击你 是你挑衅的 对 这种平衡的追求 是不可以忽略一样的就是 中国是真的足够强大的 中国有庞大的 军事现代化计划 而且 中国的军事能力 大家也看到 和10年前相比 中国大陆 更有能力 对 台湾地区发动攻击 所以 自身的威胁能力 也必须相应地 加强 澳洲 目前 台湾 和 日本 当然 这两个地方 当然表示对于August 欢迎 而且日本还说 你不如 将 核潜艇将来 开往 黄海和东海 撑你 很远 我们是DOWN UNDER 在底 日本是东北亚 所以 我真是不明白 当然 我们摩总 当然说 想一想 他这点 聪明一点 没有很明确 只不过要 维持印太地区和平 他又没傻到 我们一定开船 去东海和黄海 没傻得这么交关 因为他也知道很远 澳洲也很现实 除了摩总 摩总可能也现实 他现实上是 为自己的政治 利益 得分 现在澳洲由于 担心中国已经拥有 从根本上重 数 印太地区的能力 所以 澳洲 看上来 政府也 正在修改自己的政策 介于台海的问题是中国计划 以及 核心的利益 其实我觉得 澳洲在修改政策的时候 也要思考这一点 台湾 是绝对不会让的 对于中国来说 是绝对不能让的 如果你经常说台海战争 你会加入的话 你就大了 他绝对不让的地方 你就说一定要 介入 你看看别人会不会 对你有好 事情做 我们也看到 印太地区发生冲突的风险 是不断加剧的 全世界都承认 最近 已经有澳洲官员 在没有 改变基本策略的情况下 对这个威胁发出警告 好像最近这几天 防务声明 与其说是政府失控的 歇斯底里 不宜就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承诺 威胁 并非没有风险 你以为你的实力可以震慑到别人吗 差很远 澳洲角力和中国 当然了 你又说有美国 都是那句美国肯付出多少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你想的状况就是 澳洲将 促进地区的稳定 而且 只是 做一些 动作 不会很大的 那就 不至于 招惹 中国的极度愤怒 以及 报复性措施 但是 这种限制 这种可以控制到 自己没那么大动作 对于我们政府来说是比较困难 对于魔种政府这么极端 当然有些人觉得他很好 很理智 他都说自己很理智 还有我们看到 中国现在的军事力量 事实上在印太地区来说 是很强 如果不慎重考虑澳洲的 战略的话 一定会碰壁 不是八艘 核潜艇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不是八艘核潜艇就可以令到你 提高一个很高的 叫做战斗力 你只有八艘就能够好 别人的十几艘最少 还有其他军备 你有吗 你兵够别人多吗 虽然 这个魔种自己 觉得自己很厉害 自我感觉良好 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狠对的事情 不过很搞笑 昨天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他的支持率是下降的 我以为 这宗 叫做 核潜艇案之后 他会支持率大升 原来不是 但是原来最新的 民意调查显示 这个 魔种的支持率是有所下降 不过有件事他就幸好 就是对手太弱 公党的领袖 Albinis 因为太弱 他的支持率也是下降 大家都下降的时候 等于没有下降 我们看到 这个又是媒妥的报纸 做了一个最新的民意调查 为什么他的支持率下降 不关 外交政策事 由于新南威尔士州和 维多利亚州长期处于封城状态 所以 总理Scott Morrison 什么种的支持率和8月份相比 下降了3% 只剩下 46% 这个也是2020年 澳洲三伙危机之后 他个人的支持率的升低 不过对家也不争 工党的党魁Albinis 个人支持率也下降了3% 大家也下降了3% 等于没有下降 G37就是Albinis的支持率 谁更加适合做总理这个问题呢 摩种虽然支持率下降 但也是因为对家太弱 所以 两个烂橙 只可以选一个 那就选摩种 其实澳洲都很无奈 老实话 都很无奈 没得选 所以 都是那句 那些黄人就说 民主自由 是很好的东西 有时候是不是一样 你没得选 我两个都不想选 但是他只有两个 是吧 那就没办法 如果你让我选 我当然选 摩种的对家 还有 如果 Two Party Preference 两党选择其中一个党 工党就赢 就赢了 执政联盟 是以53%对47% 就是赢了执政联盟 但是他们的领导人太差 所以选择不下来做总理 是吧 没办法 当然 就算是谁做总理 我想台湾问题 都会成为 这些 政治人物的核心问题 都是会讨论的 甚至 就算工党上台 对抗中国的态势 我觉得是一点改变都没有 是不会有这样的事实发生的 因为 经过这么多年 很无奈地 反中的形势 已经成了 从特朗普开始做 做了四年 很多东西 是定了调 所以 不是 一朝两夕可以改变的 是吧 这次 节目时间到这里 再见 再见